7月29号至31号 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系列活动 在湖南绍阳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活动并表示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要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 据介绍 本次高峰论坛系列活动由湖南省政协主办 旨在探索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加快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梁振英在高峰论坛上指出 目前香港是湖南第一大外资来源地 第一大出口市场 入境旅游第一大客源地 是湖南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桥梁 和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 梁振英强调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大发展战略 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部署 协同合作供应发展 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方针 香港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要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地 要入满香港的新工和新优势 将中年领域高标准的企业 引进来 让高质量高气数的产品 通过香港走出去 将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开放 香港和我们的爱 供应俄罗和道具罗号 祝新的动作 行吗 有免俄罗 应俄罗